大家好 本次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产品 LS Plus实验室智能蠕动泵 那么本次我们主要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款泵的粗步的基本组成 和工作起来的一些基本工化 好 我们现在首先看一下 这款产品的基本组成 首先大家进入眼帘的是 黑色的泵头部分 黑色的泵头部分由 泵轮 扣壳 调节 旋钮 泵管 连接头组成 本款产品最大的特点是 使用了触摸按钮 可以看一下 我轻轻的触一下 EX就改变了 在这个界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15毫升 几秒钟 毫升数和下面有三个方框 每个框里面有不同的符号 第一个是A A代表着分配模式 它可以做变化 选择按键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A 发黑 然后选择Enter键 由A变为F F代表着流量模式 好 我们再把它修改过来 分配模式 因为分配模式将是我们在实验室 或者其他的分配预域用的最多的一种模式 接下来 我们再切换到另外一个 这里 此时 顺丝针选择 发黑 代表着它被选中 如果我按Enter 就变成逆次针 顺丝针和逆次针的意思就是表示 奔轮是顺丝针钻 还是逆次针钻 按一下EAC 将进入主菜单 主菜单里面有 1.分配模式 分配设置 2.系统维护 3.系统设置 我们现在进入第一项分配设置 确认键进入 进入之后可以看到 加液的 加液量15毫升 加液次数 一次 如果需要把一大 瓶的容液分配到 10小瓶 或者说20小瓶 那么次数你就设置为10或20 然后下面是流量 如果要节约时间 那么就快速的分配 如果你这种液体 对于快速分配 不支持 或者需要缓缓的分配 那么请把流量调小 间银行动分配 间隔时间代表着 夜晚第一屏 自动启动分配的第二屏时之间的间隔时间 以上是分配 屏幕也这一出现 屏幕问题是按住 按住 权体准量 军事件 屏幕问题是按住 这缓泵能够支持的旋转速度是在高速和慢速 等会儿我们会为大家再演示一下低速旋转 第二个定标按下键进入定标 按enter键进入 在定标里面分为流量定标和分配定标 流量定标聚集进入之后 也就是我们这里显示的F 刚才介面介绍的 当它确认了之后 它就是一个使用这样固定的流量 简单的抽液体 来做这样的一个定标 另外一个定标叫分配定标 分配定标是什么样的意思 为了更精确的更准确的分配液体 我们需要在当时的环境下来做这个定标 例如我的抽口管一米长 我的肉口管一米长 我的肉口和抽口管的直径是这个样子 已经确定了 然后液体的粘稠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的粘稠度 此时的室温加上此时的泵管状态 这样定出来的标可以在本次实验分配过程中具有非常高的准确性 刚才看到了快速旋转的模式 我们现在再换一个低一点的速度 进到分配模式 选择确认键进入 然后往下选择流量 按Enter键进入 此时我们把流量修改上 94毫升的分约 再小再小 好 我们修改到 例如说2毫升每分钟 好 确认键 到这里可以看到 本次我们想演示的就是说 非常低的转型的情况下 分约10圈的倒排 但确认键 确认键 此时可以看到分约在非常低的速度 下工作 那我们想说明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款产品 完全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 在低锁 在高锁下 来进行分页 由于它高度集成 使用了开关电源 那么它可以长时间连续工作 希望今天的讲解 为我们的客户在选择 泵的时候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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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